大家好,我是安峰 之前我分享过ZeroTier的异地主网的玩法 但是国内很多朋友可能网络环境不是那么好 没有P2P圈斗 然后又没有或者不想搭建一个木转发的服务器 然后就问我 国内的话有没有相对好一点的主网方案 顺便也想让我体验一下蒲公英X1来拆拆坑 我确定这些朋友不是厂商 所以呢 这一期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款蒲公英的X1 自够 我先说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这款设备对我来讲是有必要花一下这个钱的 我发现了一个不需要这台设备 也可以架构异地主网的方法 可以说是中国版的ZeroTier 但对你家用而言 这台设备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用处 但如果你有了这台设备 也没什么不好 我告诉你更好的玩法 解决一些小问题 如果没买的 先别着急买 看一下我分享具体的玩法再做决定 我争取这场期 把X1玩法和白嫖中国版的ZeroTier的玩法都分享完 首先我们先聊一下这款产品 这个就不用开箱了 毕竟没什么可展示的 这里就开始有槽点了 这个盒子里面呢 提供了蒲公英X1 说明书 还有充电线 没了 你没有听错 只有充电线 没有充电器 无法而已的 所以拿到手的时候 我是有点不太开心的 但是这台设备放我家已经很久了 一直没有开箱 早过了7天无理由 现在想退也来不及了 但不得不说 这个盒子确实小 之前我没有看参数 以为是一个比较大的设备 这个设备如果放在家里的角落 是不太显眼的 这款产品其实最主要的玩法 是可以外网访问 不需要供IP 可以访问盒子的 所在局域网内的各个设备 这是一种玩法 然后还有 这个盒子也可以插上存储设备 当一个轻量化的NAS 这个玩法 你就可以理解为 玩客云的存储的那个玩法 但是这种玩法 对于家中有NAS的朋友来说 是有点鸡肋了 毕竟已经能访问局域网内的各个设备 那么就没有必要 再把存储设备 挂在它下面了 再有一个玩法就是 多台X1盒子 可以进行异地主网 两个不同地方的局域网内的设备 可以进行互相通讯 跟之前我讲的 JRTL异地主网的玩法 基本是一样的 这款设备的玩法 基本就是这三种常规的玩法 今天我会主要分享前两种玩法 当然也会分享一下局域网内的设备 如何访问智能主网的外网设备 就是第一种玩法反过来怎么设置 这个玩法有些人可能不太会弄 今天我也会分享的 然后剩下的内容下期会分享 包括如何白票EV主网的玩法 这期可能对小白有一点难度 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 有的可能需要多看几遍了 这期的设置方法是经过我自己实际验证过的 不明白的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几遍 慢慢去理解 最重要的一点 千万不要跳步观看 有些内容实在看不懂的 那么就看我之前分享的内容去理解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这款设备的玩法分享 首先分享蒲公英X1的第一种玩法 就是外网访问X1所在的局域网内的玩法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网络top图看一下 比如这个网络部分是家里的局域网 然后主路由下面有很多设备 X1就是连接主路由下面的设备 目前被分配到的IP是192.168.3.165 外网有个手机 第一种玩法就是手机通过X1访问家中的局域网内的设备 下面开始具体的操作 首先开始X1的简单设置 把X1通电插上网线 最好保证局域网内有DHCP服务器 这样可以给X1自动分配IP地址方便配置 等待X1指示灯白灯常亮状态 电脑登录这个网址 用SN登录 号码就在X1背面或者外盒的背面 然后密码初始都是ADMN 登录之后就进入到了蒲公英X1云端的管理界面 首次登录需要改一下SN登录的密码 然后等待激活 X1开始初始化 之后 X1需要绑定一个背锐的账号 没有账号的可以直接输入手机号 也可以直接绑定 它会自动给你注册一个背锐的账号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绑定完成之后 先把WiFi关掉或者设置一下密码 这里还得吐槽一下 这里只有2.4GHz Wifi 这也太省成本了吧 这样基本上就不用别的设置了 然后回到网络状态 下面我们开始组网 因为一个设备没办法叫自动组网 所以我们先用手机登录蒲公英APP 先加入这个虚拟网络 账号密码就是你的贝瑞账号密码 登录之后先备用 回到X1管理界面 开始正式组网 点击智能组网 成员列表 组网管理 然后登录你的贝瑞账号 这里面直接就会有一个创建完成的虚拟网络 点击查看详情 一般请问一下 在线登录的设备会出现在这里 都会自动组网的 如果没有组网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管理成员 上面的软件成员 就是我们手机之类的 用软件登录的访问端设备 这些平台都是可以支持的 下面的硬件成员 是我们用X1之类的 官方的路由设备 这里注意一下 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只能是默认的 如果想要更多功能只能花钱 然后组网的设备数量的话 目前我们这个X1的级别 只能有三个成员 也就是说 硬件成员和软件成员一共只能有三个 我们继续 你想要哪个成员组网就选中哪个 然后设备就会出现在右边的框里 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 这个层面的虚拟局网基本就完成了 这里看一下 这时候每个设备都有一个虚拟IP的地址 然后设备在不在线 大家可以看这里 如果这里不是灰色的 就说明设备是在线的 这个时候 智能主网成员的设备已经可以互相访问了 不过我们要实现外网访问X1所在的局域网内的设备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进行旁路设置 点击旁路设置 点击添加旁路由 选择IP段 这个时候系统会自动填充下面空白的内容 但是我们需要核对一下 这个IP段是不是目前X1所在的局域网的网段 没问题的话 点击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旁路主网 手机就可以访问X1所在的局域网内的设备了 比如网关 NAS 服务器之类的 跟手机在这个局域网内的访问方式是一样的 但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主网完成之后 手机端的这个APP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断开重新连接一次 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重启主网网络 然后等一会 之后就可以了 这个虚拟网络是支持P2P穿透的 如果你的网络环境是支持的话 那很好 但如果你的网络环境不支持的话 X1设备这个级别的账号 也提供了两兆的转发带宽 至少能让你连接上 而且相对好的传输 关于PIN值的话 这个要根据你离贝瑞提供的 唯一的服务器的远近而定 我这里100以上处于很正常的 如果南方的话 应该会更好一些 但不影响访问 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在X1设备上 插入移动硬盘 当作简单的NAS使用 这里需要在X1云管理界面设置一下 应用中心 文件共享这里 把共享开关打开 然后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账号和密码 也可以不设置 点击保存 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它这个共享文件的玩法 基本上大部分的文件系统格式 都是支持的 如何使用这个文件共享的内容呢 非常简单 就跟我之前分享的 挂载SMB协议设备的玩法是一样的 但这个主机的IP地址 可以是X1虚拟网络的IP 也可以是X1局网内的IP 手机版普攻音APP 资料库 这里也可以进行文件共享的访问 方法也是SMB协议添加的方法 而且之前我说的两个IP的地址 都是可以设置访问的 这里就不再细讲了 但是我真的不推荐用这种文件分享的玩法 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下面分享 如何让X1所在的局域网内的设备 反过来访问外网的主网设备 这个算是一个难点了 这个的玩法就是让局域网内的设备 通过X1访问外网的智能主网内的设备 这个玩法吧 有可能很多人遇到了问题 今天我就分享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方法就是按照官方所说的方法来弄 但是官方有些东西没说 让很多的朋友蒙掉了 这一点我们来慢慢讲 首先根据官方的方法 登陆X1的云管理界面 智能主网 转发设置 开启VAN口的入站路由转发 但需要注意这里 微信提示 上级路由需要添加静态路由规则 接口是普工营路由器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简化理解就是 你需要在X1上级路由设置一个静态路由 当有设备需要访问智能主网内的虚拟IP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流量转给X1来处理 相当于让网关指向X1的VAN口的地址 但是这个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很多传统的路由器 要么根本就没有这个设置 要么就是设置完成 根本没有效果 有的时候你设置的时候 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一点就难倒了很多人 其实如果想要设置静态路由的话 建议大家用基于Linux的路由系统 比如OpenRRT进行静态路由的设置 而且系统需要开启SSH 因为我们需要用SSH登陆的方式进行静态路由的设置 具体操作如下 我以X1的上级路由为OpenRRT的设备为例 SSH登陆X1的上级路由 然后输入这个命令 我解释一下 这部分是你想要访问的智能主网中的虚拟IP的地址 这部分是你X1所在局域网内被分配的IP地址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这个沿码部分就是保值这样 然后把这行命令复制粘贴到命令行处 回车 这样就完成了静态路由的设置 我们验证一下 这种方法能不能访问外网的智能主网的设备 现在演示的电脑就处于X1同一个局域网内 拼一下这个智能主网的虚拟IP地址试一下 看可以正常的拼通的 说明是可以正常的进行访问通讯的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被访问的设备 这时候也需要登陆普通用APP连接虚拟网络的 这样就完成了设置 当然如果对于这种方法 你不具备条件的话 那么可以试试第二种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台X1作为旁路由的模式使用 跟上个方法一样 先要打开VAN口的入站路由转发 然后你直接将你的局域网内的设备的网关 设置为X1被分配的局域网内的IP 就是这个 这样就可以搞定这个访问的玩法了 如果这个旁路由也不会搞的话 还有第三种方法 那就是你直接把局域网内的设备 通过X1的2.4Ghz wifi 直接连接到X1的路由下面 这样也可以成功的 这三种方法不影响智能主网内的设备 正常访问局域网内的玩法 三种方法都是有相应的使用场景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 不过我个人最推荐还是第一种方法 毕竟如果流量走X1的话 X1的性能还是有限的 会限制局域网内的网络性能 而且第一种设置方法 优点在于不仅限于OpenWRT设备 作为X1的上级路由来玩 也可以作为X1的旁路由来操作 而且静态路由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 一个局域网内可以有很多个旁路由 只要你把它们的路径设置搞对 就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一台设备要顺序通过旁路由123 然后访问网络 这几个设备都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那么你的设备需要把网关设置为 旁路由1的IP地址 然后旁路由1的网关设置为 旁路由2的地址 因此类推 最后旁路由把网关地址 设置为主路由的地址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视频进行理解 这一期就这些内容 下期终于把剩下的部分都分享完 比如如何让外面局域网内的设备 通过手机访问家中局域网内的设备 两台差异设备如何异地主网 以及不需要差异的这种设备 白嫖蒲公英主网的方法 下期都会分享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内容可能有点多 不明微的 希望你多看几遍 尤其是细节 如果视频对面有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过去投币 刷个东西更好了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支持 我是安峰 我们下期见 拜拜